Amen 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轮到我来为大家来分享 也带领大家一起来做成根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 真言的灵修系列第八章 我们要来看到智慧的呼唤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智慧在呼唤 在第一到第七章我们都有看到 智慧的言语出现 智慧也正在呼召人 在第八章跟第七章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我们看到第七章好像 就是一个愚昧的年轻人 然后被这个燕妹的女人辱去 但是第八章就谈到智慧也在呼叫人 今天智慧在呼叫人 弟兄姐妹 我们要一起来看 我们以逐节的来解释 可能我会挑几节 但是我们来看第一点 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学习的就是 智慧正在寻找人 我们要来知道 今天智慧来寻找你 不是我们说很难找到智慧 但是智慧在找人 智慧在寻找你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早晨一起来学习 我们看见真言第八章的第一到第四节 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呢 智慧在草场呼喊 在众草广场上面来呼喊 这边的第一到第六节 这边告诉我们 智慧把智慧比你成人 他正在呼召人来寻求他 第四节特别说到众人和世人 这边的众人和世人表示什么呢 就是讲智慧呢 他无论年纪 无论你是什么年代的人 无论在任何的种族 智慧都呼吁人来寻求他 来寻找他 今天我们知道科技再发达都好 但是人还是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 只有从神那里得着智慧 我们才能够创造新的事物 没有人是凭空想象的 弟兄姐妹 所有的智慧都是从神而来 而今天这位要赐智慧给人的神 他说智慧正在呼召 呼吁你 只要我们愿意 只要我们来寻求 他就让我们寻见 这边智慧怎么说呢 智慧怎么经文告诉我们 智慧怎样的来呼吁呢 他说他在几处在呼吁 在十字入口呼吁 在城门旁边呼吁 在城门口呼吁 大声的来呼吁 智慧这么表明的来 向人来呼吁 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 他也这么说 他讲 自从照天地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也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兄姐妹 神的智慧 从创造天地以来 神就向人来显明 所以其实我们很容易 能够从 所看见的周围的事物 得着启示 得着生命的智慧 今天智慧在向世人 做出呼吁 他不只是想要给 学积 成绩 很好的人 今天无论我们在 社会上的哪一个 阶层 或许你是一家 公司的经理 或是一个 小贩的 或者是一个当小贩 或者你是个学生 无论年龄 无论城市 神都想把智慧赐给你 只要我们愿意的 来向他求 因为这边说什么 智慧在城门口 在高处的屋顶上 来呼喊 在呼吁 只要我们愿意 我们回应他的呼吁 他就能够 进入我们的生命 但是为什么呢 今天我在预备的时候讲 为什么他要在这几处 在高点 在十字路口 在城门旁边 在城门口 大声地呼吁呢 兄姐妹 原因是呢 人听不见 人听不见 人 我们为什么听不见呢 为什么人会听不见 智慧的呼唤呢 因为有三点 第一就是人 人的有骄傲 人的心骄傲 我们的心 不愿意 来接受智慧 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这么说 他说 因为人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晃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自称为聪明 反成了愚拙 但是人的始祖犯罪 以致惹今天有许多人 不想来到神的面前 寻求神的智慧 是的 弟兄姐妹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 就是说 我们人因为罪 而且有了骄傲 我们知道神 但是我们不来寻求他 我们不来寻见他 我们自以为聪明 我们自以为觉得 我们自己很了不起 第五节这么说 有一个愚梦人 跟一个愚昧人 很好的笑的就是 当我在看华文的时候 我不明白 为什么有两个不一样的人 可是当我看英文的时候 他讲说 You who are simple and you who are foolish 这边就有不一样 一个是很简单的 英文讲 You who are simple gain abundance 就是说 当我们很单纯的 只要我们不放弃我们自己 我们不觉得自己 什么能够的话 我们很单纯的 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其实神乐意地来教导我们 是智慧给我们 但是唯有那些什么呢 Foolish 英文讲 Foolish 就是自以为聪明 我去查找 Foolish就是说 没有那个common sense 就是他自以为自己很厉害 所以他就不能够得到 从神而来的智慧 马太福音 耶稣告诉我们 第十一章 他讲说 有耳的就应当听 他讲 那时候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 他讲 我能够用什么比喻 这个时代 来比较这个时代呢 他就用了一个比喻 叫做 孩童坐在街市上 呼召同伴说 我们向你们吹笛 你们不跳舞 我们向你举哀 你们也不吹凶 你看到没有 弟兄姐妹 在新约圣经 耶稣就好像 真言的第八章 在呼唤人一样 他讲 我可以比喻这个时代 像什么这样呢 就是一个小孩子 在世上呼唤同伴 但是都没有人 愿意的理会 人的心骄傲 人不想要来回应神 神说 所以耶稣说 有耳的 今天 今天您当听 那为什么我们还听不见呢 或许有太多的杂声 有太多琐碎的声音 环绕在我们的生命的旁边 我们听到太多人的声音 听见太多事物的声音 但是呢 我们没有好好地安静 学习地安静自己 回到内室 感谢神 今天我们早晨 我们一起起来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一起来学习来临 但是我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更多时候 可以花时间 来默想神的话 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沉淀 不要听见太多的杂声 第三 为什么人听不见呢 因为人的耳朵发沉了 听腻了 太习惯了 在街道上 经文讲 在真言第八章讲 在街道上 哎呀 每一天在呼喊呼喊 所以呢 随处都可以听到 所以不那么珍惜 不那么宝贝 就好像 可能我们听牧师讲到 我讲 牧师今天又讲这段经文 我听过了 我会了 哎呀 牧师为什么又讲信心 为什么又讲爱 为什么又讲 弟兄姐妹 当人一直在听听听的时候 我们的心开始对这些话语 麻木 我们没有回应 我们不太珍惜 这就是为什么 人不能得到智慧 为什么我们 寻见不到神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在第一点 我们可以来审查自己的是什么呢 我们是否对神 仍然保持厂开 我们对神的心 是封闭 还是敞开的呢 在耶利米书第五章21节 耶利米谴责 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 因为他们拒绝用耳朵听神的声音 他们 耶利米称呢 当时的以色列人 愚昧无知的百姓 盼望弟兄姐妹 今天早晨让我们学习 我们不要太骄傲 我们不要骄傲 我们要安静下来 学习听神的声音 让我们不要成为无知的百姓 让我们成为一个很简单的人 上帝怎么说 我就怎么回应 其实上帝不断地在我们生命里面动工 他不断地想要来教导我们 来警告我们 透过他的话语 因为他渴望 看见我们能够学习 能够成长 我们的灵命能够成熟 然而神赐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为什么神给我们一个嘴巴 就是让我们不要讲这么多话 神给我们两个耳朵呢 是神给我们一个聆听的工具 我们今天要问的就是 这个耳朵 我们是否有用来聆听神 要对我们说的话 Amen 弟兄姐妹 第一点就是告诉我们说 智慧正在寻找人 而我们做出了什么回应 盼望我们能够谦卑自己 让我们长长地来寻求神 来回应神 第二 我们要一起来看到 第八章的 真言第八章讲解什么 就是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就是智慧的价值胜过一切 经文告诉我们 智慧的价值胜过一切 这边有分成两点 一个就是从第六节一直到三十一节 我把它分成就是 得着智慧人的益处和价值 还有智慧的根本 我们先来看智慧的根本 在第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 弟兄姐妹 这边他提到说什么 智慧在太初创造一切之前就有 这里让我想到 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 他说什么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智慧也说 在太初创造一切之前就有 所以这边是真言 很像把智慧拟人化 而作者所称呼的这个智慧 我们都知道就是耶稣 很明显的 作者要告诉我们说 得着耶稣 你就得着生命的智慧 追求耶稣 你的人生自有智慧 当然 智慧 当我们寻见他的时候 我们能够得着些什么好处呢 得着智慧的福气是什么 弟兄姐妹 我们看经文 这边告诉我们说呢 得着智慧有许许多多的福气 在第十节跟十一节跟十九节 他们这边告诉我们说 智慧胜过银子金金和红宝石 银子红宝石 我知道什么是金金 当我去找的时候 我讲红宝石 我知道diamond 这些很银子 我知道 但是金金是什么 兄姐妹 金金是一个钢宿 非常硬的 在地底的深处 非常难得到 但是呢 这边告诉我们说 若我们得着智慧 比这个要挖地 更难得到的金金呢 更有价值 所以呢 得着智慧的好处还有什么 得着智慧呢 有人有谋略 知识 聪明 而且有能力带领国家 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这么说 他讲说 有智慧的人 就有谋略 有知识 有聪明 而且能够带领国家 第十五到第十六节 特别有三次提到呢 这个 治国者呢 以智慧来掌权 来治国 跟制定法律 圣经告诉我们说 以色列最辉煌的时候 在九月最辉煌的时刻 是大卫和索罗门 治国的时刻 那个时候呢 他们的治国方法 他们的治国之道呢 都是神所吃的 神所颁布给他们的 而我们知道 最出名的索罗门的祷告 就是向神说 上帝啊 我需要智慧 来治理国家 索罗门知道 他年纪很轻 他需要智慧 他就是需要神 神就是那个智慧 当有神与他同在的时候呢 他就能够把国家 治理得好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可能 不能够治理国家 但是我们能够 治理我们自己的生命 还有我们的家庭 我们要管理好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家庭 我们也同样的 可以向神来求智慧 祂也会给我们 我们看到 过去的欧美国家 尤其是美国 为什么这些国家 那么的昌盛 为什么他们这么的繁荣 因为过去他们建国的时候 他们建国的基础呢 是建立在神的律法上面的 是以圣经来建立这个国家 美国的钞票 仍然印着 In God We Trust 当你去看的时候 他的钞票 他要提醒人 过去他要提醒人 我们相信的不是钞票 而是神 但很可惜 随着时间的流逝 人开始的不再相信 In God We Trust 而是相信 印有这些行字的钞票 人开始的寻求 更多更多的财富 上面的祝福 而不再来寻找神 今天神在问我们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每一个的层次 你的工作 你的家庭 你的孩子 你的爱好 是否看这一切呢 比花时间 已经是很重要 在过去的MCO的阶段呢 我们教会 有很多的小组 我们有很多的聚会的时候呢 开始人非常踊跃的参与 非常多的人在线上 但是渐渐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MCO开始的结束 我们要回到工作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看见 在线上的小组 线上的聚会 开始的慢慢的人潮 就没有涌运进来了 那我们就回想 我想说 为什么 当我们回到 职场工作的时候 当我们回到 我们过去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开始的 又把神给忘了 弟兄姐妹 今天帮我们来学习 向帝告诉我们 智慧的价值胜过一切 而耶稣就是那个智慧 祂是智慧的根本 今天让我们的生命 把耶稣看为我们的中心 让我们不要把自己 呈见在这个世界当中 叫我们 如果你爱这个世界 你爱神的心就没有了 让我们好好的来审查 这个是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的 第二点 就是呢 智慧 神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寻求智慧 因为呢 智慧的价值 远胜过一切 今天第三点 最后一点呢 我们要来看见的就是呢 如果你寻找智慧 而且准守智慧呢 你会有什么福气 第32节 他这边说 这边指的听从就是讲到呢 不只是耳朵听 那我们听进去了 我们愿意顺从 听从 这两个字就是这样 听而顺从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听是听见的 只会在大的广场上面 在城门口呼喊 许许多人能听见 但是没有去实行出来 今天在教会 我们听了很多讲道 在线上 我们不只可以听到自己教会的牧师讲道 有更多更多的牧师 可能你自己喜欢的牧师的讲道 的教导 我们听是听很多了 但是问题是 有多少时刻 我们愿意活出来 启示录在一章三节 这么告诉我们说 在念这书上预言的 和那些听见又遵守 其中所记载的人 都是有福的 Amen 不只是听见 启示录告诉我们说 你听见又遵守的人 让我们学习 我们来听神的道 今天早晨 我们来学习神的道 让我们听见了 而且我们愿意的 去来顺服 雅各书一章十九节 告诉我们说 所以我们听到 也要行道 今天你听到了没有 你听到神向你的心 在说些什么 那我们就要去行出来 然后这边 智慧也告诉我们说 听取智慧之言的人 是有福的人 就是遵守他的话语 在第三十五节那边说 三十四节 听从我 天天在我门口 警醒仰望 在我门框旁边 守候的人 是有福了 因为找到我的 就找到生命 他也必得着 约会的恩惠 我很喜欢这句经文 这段经文 是我们今天 默想的经文 就是天天在我门口 警醒仰望的 我们每一天 都来到神的面前 等候他 仰望他 那我在读的时候 当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特别的想到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 约书亚 约书亚呢 他真的是一个 与众不同的人 在出埃及记 三十三章 那边 有一个特别的记载 当耶和华 与摩西 见面的时候 摩西就会进到 会幕里面 然后神的同在降临 然后呢 以色列人 都在自己的 帐幕的门口 看看摩西 跟神在讲话 然后呢 当摩西跟神 沟通完过呢 摩西出来 回到自己的帐篷的时候呢 33章 那边特别记载 就是指天天在神的面前 等候他的人 兄姐妹 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 约书亚的生命 与别人不一样 为什么 当摩西派人去看 派探子去看 那个迦南地的时候 为什么 他看见的 与别人不一样 平时 弟兄姐妹 约书亚是一个 天天在门口 警醒 等候神的人 所以他与 其他十个探子不一样 他拥有 不一样的眼光 而这不一样的眼光呢 就让他做了不一样的决定 最终呢 他与这十个探子 有不一样的结局 我鼓励与弟兄姐妹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 迎请的来寻求 等候神 就像约书亚一样 因为呢 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说 第三十五节 因为找到智慧的 找到神的 就找到生命 也必得找神的恩惠 今天智慧 今天可能我们会 或许可以赚很多 但是呢 我们也能够挥霍很多 可是呢 神帮助我们 那我们在财务上 我们有智慧来管理 今天当我们在 人际关系上说 我们可以很多的朋友 但是我们也可以 因为我们自己的无知 很容易的 就把这些关系 都破坏掉 我们需要神的智慧 让我们去维持 这些美好的关系 所以智慧 得着智慧 真的比这世上 一切的事物 更加有价值 Amen 兄姐妹 这就是今天 我跟大家一起来 分享的 这个真言第八章 那我们一起来学习 成为这三种人 就是 谨守智慧的人 然后呢 我们要知道 智慧的价值 胜过的一切 今天 只要我们来寻找 上帝 就让我们寻见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